欢迎大家收看科技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南极州基地如何形成了自己的口音 英伟达的出色业绩表明 它可以在中美脱钩的情况下蓬勃发展 曼联的新老板发布了一款电动G级战斗机 传统芯片成为中美半导体战争的新前线 美国公布自战争开始以来 对俄罗斯最大的制裁措施 请大家收看 南极州基地如何形成了自己的口音 BBC 根据慕尼黑大学的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 生活在南极州的人的口音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这是由于他们的孤立和彼此之间的互动 该团队在六个月的时间里 跟踪了26名国际研究人员和支持人员的口音 参与者每隔几周录制10分钟的录音 在录音中重复29个单词 当分析这些录音时 发现其中一些单词的发音略有变化 这表明不断的互动和语言记忆 会影响我们自己的语音产生 并可能导致口音的变化 研究人员认为 这项研究可以揭示英语口音随时间变化的原因 英伟达的出色业绩表明它可以在中美脱钩的情况下蓬勃发展 南华早报 NVIDIA的股价在发布强劲季度收入数据后大幅上涨 表明尽管面临美国贸易制裁限制其向中国销售先进芯片的能力 该芯片开发商仍然蓬勃发展 该公司报告显示 季度收入增长了265% 超出了预期 NVIDIA在中国的人工智能业务在截至1月28日的季度中下降至9亿美元 而上一季度为29亿美元 该公司尚未获得美国政府批准恢复向中国出口 分析师预测 今年NVIDIA将面临来自中国本土企业的日益激烈竞争 因为中国的人工智能芯片初创企业和华为 试图在人工智能芯片市场上分得更大的一块蛋糕 曼联的新老板发布了一款电动G级战斗机 彭博社 亿万富翁吉姆拉特克利夫的Eneos汽车公司 推出了Fusilier 这是一款较小的电动SUV 将与主要汽车供应商Magnet International合作生产 Eneos计划为该车提供纯电动版本和增程式选项 预计生产将于2027年开始 拉特克利夫去年购买了曼联25%的股份 他表示Fusilier的价格将低于Granadier 这是Eneos于2020年开始销售的一款越野SUV 传统芯片成为中美半导体战争的新前线 南华早报 美国商务部在美国芯片计划下向全球芯片制造商 Global Foundries授予15亿美元 这笔资金将用于扩大两个制造设施 开设一个新设施 并加强国内老一代芯片 或称传统芯片的供应 Global Foundries还生产12纳米及以上的关键芯片 传统芯片在汽车、家电和消费电子产品中 仍被广泛使用 并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 他们可能会讨论或实施 对中国芯片的限制措施 美国和中国都在努力开发世界上最先进的3纳米芯片 中国一直在加倍努力减少对进口芯片的依赖 美国批评中国对其芯片制造商的补贴 担心产能过剩和价格扭曲 美国商务部的报告估计 中国在过去10年中提供了1500亿美元的补贴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关税和市场准入限制等潜在措施 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在2020年进口了价值3780亿美元的半导体产品 并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实现更多自给自足 预测显示 中国有望在50至180奈米范围内控制全球46%的产能 美国公布自战争开始以来 对俄罗斯最大的制裁措施 彭博社 自两年前乌克兰入侵以来 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最大规模的一天制裁 这些制裁针对超过500个个人和实体 包括一家军用无人机制造商 俄罗斯的MIR支付系统 以及一家专门从事3D打印塑料的公司 美国和欧洲盟友已经实施了十几个制裁措施 但俄罗斯避免了经济崩溃 普京也违背了他将被驱逐出权力 或被迫从乌克兰撤退的预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 俄罗斯经济今年预计将增长2.6% 莲花科技计划今年在中国的60个城市 推出自动驾驶汽车 南华早报 豪华电动汽车制造商莲花科技计划今年 在中国的60个主要城市部署其半自动驾驶系统 这家英国跑车制造商莲花集团的子公司 由中国汽车制造商浙江吉利控股公司控股 将瞄准电动汽车市场的高端市场 尽管中国经济放缓 莲花科技计划下个月向中国客户交付其第二款大规模生产的电动汽车模型 旨在在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开辟一个利纪市场 天文学家解开了一个持续37年的宇宙谋杀之谜 BBC 科学家们终于确认 被称为SN1987A的宇宙爆炸是由一个中子星引起的 这次爆炸发生在一个临近的星系中 从地球上可见了4个月 是400年来第一个肉眼可见的超新星 新的数据表明 这颗中子星的表面温度约为100万度 研究人员希望继续监测该区域 以了解更多关于这次爆炸的信息 并将中子星与更老的中子星进行比较 在充满激进不确定性的时代 凯文 卡萨斯 萨莫拉 谈论民主 经济学人 全球民主的质量正在恶化 这一趋势在近年来变得更加明显 不确定性的上升 是导致这种下滑的一个因素 由于气候危机 人工智能的进步 移民流动和冲突等因素 世界正面临着根本性的不确定性 年轻人特别受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 他们对民主解决他们关切的能力 失去了信心 在不确定的时期 威权领导人的吸引力可能很强 因为他们承诺提供安全 稳定和控制 为了使民主适应根本性不确定性的时代 有必要保护自由公正的选举 维护法治 减少暴力和免责 重新思考社会契约 并采取有效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 当SORA遇见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时 带来了巨大的回报和风险 南华早报 OpenAI的文本到视频生成器 SORA如果与虚拟现实和元宇宙结合起来 有潜力彻底改变娱乐 教育 营销和沟通等行业 它可以实现沉浸式虚拟旅行 历史再现 文学体验 个性化伴侣 以及变身为不同角色的能力 然而 人们对于虚假信息 深度伪造 隐私和同意方面存在一些担忧 这些问题需要解决 为了确保这类技术的负责任开发和部署 透明度 问责制和强有力的伦理框架是必要的 SORA有可能重塑未来 但必须谨慎行事 每天的投资者对市场再次感到满意 CNN 尽管存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 零售投资者对股市再次充满乐观情绪 根据最新的查尔斯 施瓦布交易者情绪调查 约53%的受访者对美国股市持有看涨态度 较2023年第四季度的32%有所增加 Google DeepMind首席执行官 Demis Hassabis 从聊天机器人到AGI的路径 纽约时报 在硬分叉播客的这一集中 主持人凯文 罗斯 Kevin Ruth采访了谷歌人工智能部门负责人 德米斯 哈萨比斯 Demis Hassabis 他们讨论了谷歌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emina和Gemma 以及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和好处 哈萨比斯分享了他对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时间表 以及发展后世界可能是什么样子的看法 这一集还提到谷歌暂时终止了双子座生成人类图像的能力 此前 谷歌创作了描绘纳粹时代制服的有色人种的图像 受到了批评 普京的太空核武器如此疯狂 竟然是一个机会 彭博社 据美国间谍机构称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计划将一枚核装置发射到空间中的一个轨道上 那里有超过7800颗卫星 这一举动令人困惑 因为已经有多种方法可以摧毁卫星 比如动能杀伤 电磁干扰和直接攀升导弹 有人认为 普京的意图是要展示无序 并展示他对条约和国际法的不尊重 类似于他违反多边外层空间条约的行为 通过藐视该条约 他将继续展示 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蔑视 文章建议 普京的举动可能为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供了一个合作的机会 因为习近平不希望中国的所有卫星都被俄罗斯的爆炸摧毁 这种合作可能会在朝鲜 碳排放和人工智能监管等问题上进一步展开合作 英伟达市值达到2万亿美元 人工智能狂潮席卷华尔街 加拿大环球邮报 英伟达的市值已经达到2万亿美元 这是由于预测到的丰厚收入 使得其市值在周四增加了2770亿美元 创下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 该公司的芯片被大多数生成是人工智能玩家使用 包括OpenAI和谷歌 英伟达的市值在大约9个月内从1万亿美元上升到2万亿美元 速度比苹果和微软更快 该公司对第一季度收入增长233%的最新预测 帮助全球市场在周四创下历史新高 英伟达的股价今年已经上涨了近60% 在2023年更是增值了两倍以上 NOAA的拉尼纳观测是否意味着 今年北卡会有更多的飓风 专家们怎么说 雅虎 预计当前的厄尔尼诺现象将在4月至6月间结束 而在6月至8月间有55%的可能性出现拉尼纳现象 拉尼纳现象通常会增加大西洋地区的飓风数量 并使得飓风更加强大 迈阿密的国家飓风中心将在今年推出三项预测变化 包括使用人工智能将其热带风暴警报翻译成西班牙语 并增加风暴更新的频率 早期的COVID-19研究存在着糟糕的方法和低质量的结果 这是科学界在大流行期间恶化但并非创造的问题 根据对2020年发表的74篇COVID-19论文的回顾 早期对COVID-19的研究存在着糟糕的方法和低下的研究标准 研究发现许多论文使用了质量较差的方法 其中几篇基于小规模的自选方便样本 无法推广到更广泛的人群 尽管如此 这些论文被引用了很多次 其中一个例子被引用了超过11000次 尽管它只是基于1120人的方便样本 研究表明 引用次数的增加可能反映了研究质量的不足 因为引用可以被操纵 研究人员发现 与同一期刊发表的非COVID-19论文相比 COVID-19论文的质量普遍较低 该研究的作者认为 COVID-19大流行凸显了研究质量和诚信方面的现有问题 大流行还增加了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的压力 COVID-19研究更有可能被引用 而非COVID-19论文则不太可能被引用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负责为您带来最新的新闻资讯 在今天的简报中 我们谈到了一些有趣的话题 如南极州基地的口音变化 英伟达的强劲业绩 曼联的新电动战斗机等等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南极州基地的口音变化 根据慕尼黑大学的研究人员的研究 生活在南极州的人的口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这是因为他们的孤立和彼此之间的互动 这项研究发现 不断的互动和语言记忆会影响我们自己的语音产生 并可能导致口音的变化 这项研究可以揭示英语口音随时间变化的原因 这是有趣又有趣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英伟达的出色业绩 尽管面临美国贸易制裁的限制 英伟达的股价在发布强劲季度收入数据后大幅上涨 显示出该公司仍然蓬勃发展 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表明英伟达有能力在中美脱钩的情况下继续取得成功 当然 今年英伟达还将面临来自中国本土企业的激烈竞争 但这也是行业发展的一部分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创新和竞争 然后 我们谈到了曼联的新战斗机 亿万富翁吉姆 拉特克利夫的Eneos汽车公司 计划推出一款电动SUV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电动汽车市场正在迅速发展 Eneos的新车型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而且 这款战斗机的价格还将低于之前推出的一款SUV 这将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电动汽车的便利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中美半导体战争的新前线 美国商务部向全球芯片制造商Global Foundries 授予15亿美元 用于加强国内老一代芯片的供应 这表明 传统芯片在汽车 家电和消费电子产品中 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并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 中美两国都在努力开发最先进的芯片技术 这也是未来的竞争焦点之一 中国正在加倍努力减少对进口芯片的依赖 而美国则在考虑采取措施限制中国芯片的进口 这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领域 我们期待看到未来的发展 然后 我们谈到了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自乌克兰入侵以来 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最大规模的一天制裁 然而 尽管美国和欧洲盟友已经实施了多个制裁措施 俄罗斯经济仍然在增长 这表明制裁措施并没有对俄罗斯产生预期的影响 普京的权力也没有受到威胁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们将继续关注并提供最新的报道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莲花科技计划 在中国推出自动驾驶汽车的计划 莲花科技计划今年在中国的60个城市 部署其半自动驾驶系统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随着技术的发展 自动驾驶汽车将成为未来的趋势 这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和选择 然后 我们谈到了一个持续37年的宇宙谋杀之谜 科学家们最近确认被称为SN1987A的宇宙爆炸 是由一个中子星引起的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 它让我们更了解宇宙中的奥秘和未知 科学家们将继续监测该区域 以进一步了解这次爆炸的信息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民主的问题 全球民主的质量正在恶化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在不确定的时代 威权领导人的吸引力可能很强 因为他们承诺提供安全 稳定和控制 然而 为了使民主适应根本性不确定性的时代 有必要保护自由公正的选举 维护法制 减少暴力和免责 重新思考社会契约 并采取有效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们期待听到您的想法和讨论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 Sora 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的问题 Google DeepMind的文本到视频生成器 Sora 有潜力彻底改变娱乐 教育 营销和沟通等行业 然而 人们对于虚假信息 深度伪造 隐私和同意方面存在一些担忧 这些问题需要解决 为了确保这类技术的负责任开发和部署 透明度 问责制和强有力的伦理框架是必要的 Sora 有可能重塑未来 但必须谨慎行事 最后 我们谈到了投资者的乐观情绪 尽管存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 零售投资者对股市再次充满乐观情绪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显示出人们对市场的信心和预期 当然 投资仍然需要谨慎和审慎 但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活力和潜力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摘要和我的观点 我希望这些新闻内容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现在 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谢谢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7度简报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批的